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第六屆官員會見傳媒 後任行政長官李家超 率領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第六屆官員會見傳媒 他先感謝中央人民政府接受 批准並且任命他提名的26位官員 以及對他和管治團隊的信任和支持 我的團隊涵蓋多元背景 包括有政治問責經驗的 現屆政府官員 有豐富公共行政履歷的公務員 外界的專業人才 以及擁有相關界別網絡地區網絡的人士 這個班子是一支多元、團結、忠誠 以及執行力強的團隊 和我有共同的施政理念 重視團隊精神 以結果為目標解決問題 我們會以誠懇的態度 聆聽、溝通和接觸市民 積極有為 以贏得市民的信任 為市民所想 解市民所困 提升施政效能 提升施政效能 和市民和各界攜手共進 帶領香港 共創更美好的明天 未來五年 是香港由智及興的關鍵時刻 我和我的團隊 會齊心協力 迎難而上 帶領香港 全面發揮一國兩制下的獨特優勢 同為香港 開神編 新一屆政府的三位司長包括 陳國基出任政務司司長 陳茂波續任財政司司司長 律政司司長就由林定國出任 而三位副司長分別為 卓永興出任政務司副司長 黃偉倫升任財政司副司長 而張國軍將會出任律政司副司長 至於15位政策局局長 曾國衞續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保安局局長繼續由鄧炳強出任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由謝展華出任 盧崇茂為改組後的醫務衛生局局長 教育局局長由蔡若蓮升任 麥美娟為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由孫玉涵接任 楊潤雄就調任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 許正宇續任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局長由邱應華出任 林世雄任運輸及物流局局長 發展局局局長由林漢豪出任 何永賢任房屋局局長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由楊何培恩出任 宣東為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 另外李家超也宣佈委任葉文娟為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 主任理由 雰cess 最優質地